我們有時候不知道究竟躲在哪裏 我們的靈魂究竟躲在哪裏 當然我們沒有答案 但是這些寧生經驗 幫助我們了解多一點 原來生命會不會之後有些事情發生 其中有些影片是怎樣 說到那個人離開了 好像在手術室的角落看回那些搶救的情況 是真的 他被救了之後說是很準確的 這就是我們的靈魂 我們視乎我們的靈魂的時候 有一個人要看看 看這個 這個名字 這個字不太懂得讀 看幾分鐘 這就是這句了 聽不懂得再重複一次嗎 再重複一次 就是這句 給大家聽就是這句 這句說話 是很重要的 我們今天很多東西看不見 看不見 的 但是我們怎麼解釋 這個人是誰 這個David 原來是一個相當有權威的科學家 這個講座在2009年 在倫敦 在Octsport 這個人 信寧文 他怎麼信呢 看看影片有否在這裏 沒有了,我估計拿去哪裏 哎呀,沒有撞到出來,不好意思 那就說算了 第十九項,第十九項 第十九項,就是這個 他信有靈魂 那次Discovery Magazine訪問他 在2001,9月的時候 他相信人有靈魂 他覺得人有靈魂 有一個叫Shadow Self 他從一個很有基礎的物理學 意識去看人的存在 很難去否定 我們要去解釋一些東西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不容易 但他就相信 是有些東西的 好的 我們到最後了 差不多結尾了 這裏讓大家知道 這些全部上網可以繼續 看多一點 我們看看這個 死亡官 佛教有他的說法 人死 不是完全消滅 就會輪迴 不知道大家相信多少輪迴 世間的事是無常的 這個我們也認同 有些時候是無常的 有六種道 生死輪迴 地獄 天界 人道 這些只有一個知識 這些我都不太認識 他們是這樣說 那道教 講天人合一 講長生不老 那基督教是怎樣 基督教 這份是 騰錦輝師母寫的 基督教的死亡官 他們提醒 聖經很重要 在傳道書七章二節 很輕輕地帶過 提醒到人 要正視死亡的事實 死亡是一個奏座 為什麼會死呢 很清楚 在創世紀又是這樣 是一場戰爭 最最後的結尾就是 好得無比 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培立比書》裏面 保羅說 上次也有說過 我寧願離世 保羅很清楚 生命是怎樣 所以在很早的聖經裏 也有說過 在一個創世紀 約失 憑著信心地死 經過幾百年之後 都讓他的官目 回到英許之地 死亡最早出現 就是在創世紀四章耶錄 在我講到 以示拿制之必死的人 是講到我們會死的 一個很出名的神學家 也有說到 心命 我們真理的教導 是告訴大家 是有心命的 所以有一個作者 就覺得 我們實在應該要 面對我們 死亡的時候 我們應該是用一個 喜樂之心 今晚真的搞什麼 是用一個喜樂之心 用一個喜樂之心 正如如保羅所說 情願離世 與貴督同在 好得無比 最後就跟大家分享 一段結束的訊息 就是我們在2011年 舉辦了一個 全香港中學生生死教育精文比賽 很感恩 有112間中學參加 裡面有幾百份的文章 我們在裡面 就抽選了一些得獎的作品 這一份就是總冠軍 他又不是說很多高談闊論 那篇文章叫做《念母親》 待會我們會請Janny幫我們讀出來 他的結語就是這樣 清風 請你在我倆未重逢之前 替我將這份思念 輕輕催到你那裡 帶給他一個訊息 那個是媽媽 你的女兒 永永遠愛著你 現在交時間 交給Janny 將這篇文章 幫大家裡面的重點 讀一讀出來 現在的他 定時紮著鮮艷的花朵 或者躺我在雲端 感受微風吹乎 在無痛楚的角度延續生命 這一刻我跟自己說 只要心中仍然感受到他 即使他走遠了 也不要緊 那個時候他躺在病床 緊閉目 全身放鬆 手中的余溫漸漸消失 心電機的螢幕上 不再出現高低氣伏的小山 而最後成為一條長長的 好像青蛇的東西在爬痕 接著我帶著沉重的腳步 推著載著他灰色的盒 去到冰冷的臉房外面 無情的淚水 模糊了我眼前的景 那一刻我彷徨地問自己 前路茫茫 沒有了他 往後的日子我可以怎樣 他就是我最好的媽媽 媽媽是這個家不可以分割的部分 即使是一年兩年 我相信自己也不會習慣 再聽不到媽媽的聲音的日子 現在我放學一踏進家門的時候 只聽到兔子在籠裡移動的聲音 剩下的就只有一片死跡和惆悵 家裡每一樣的東西 都會令我想起去 清湯的香味已經隨風消失了 充滿關懷的宴致 現在只能夠是銘記在心裡 一段段起落和悲傷交織的回憶 在路裡不斷地重現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的話 我一定會多些抽時間和他聊天 不再激怒他 然而奧悔又有什麼用呢 難道人總要是等到失去寶貴的東西 才會珍惜嗎 分離固然是痛苦 但是人總要是要平復下來 學習去接受 每晚我和爸爸吃飯的時候 我們都會放在媽媽那份的 幫他夾菜 就好像以前一樣 沒有改變到 睡覺前 我一定會看著天空 默默地告訴他 我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我知道 他一定是一個很遙遠的角度 關懷著他的女兒 以前我只想著人生是有漫漫長路 直至我長大 能夠自立之後 就可以佈好好地報答父母 誰知世事無常 媽媽在一次身體檢查裡 診斷出患上癌症 半年之後 她就永遠離開了我 一切離得太突然 而且我真的覺得很空虛 很孤單、無助 當日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樣 我們和自己的親人 或者有無法替代的回憶 當回憶往事的時候 或者大家都會禁不住流下眼淚 要接受最親近的人離開自己 又談何容易呢? 後來爸爸讓我明白 親人是我們生命中的過客 不能夠一生守住在我們身邊 既然生老病死 這個定律是無法改變的 為何我們不快點從陰霾裡走出來呢? 開心地度過每一天 積極地走好人生的路 幸福真的不是必然 樹肉靜而風不適 子肉孝而親不在 各位,請不要等到失去之後才珍惜 或者我們經常說 早知是這樣我就會點點點 如果是早知 我們為什麼不現在 就向關心自己的人 送上一個慰問 一句多謝呢? 在這篇文章裡 這個不是作文 這個是一個寫實 是事實上 他當日的經歷 文章不是有什麼特別 是裏面的情是最重要的 念母親 很簡單 這個題目 我們很清楚看到一件事 當一個很親的人 正如他這樣說 是無常 剛才大家看到 無常 即是他講到一句 樹肉靜而風不適 大家都應該認識 子肉孝而親不在 就是這樣發生 我們心裡真的要有準備 我們要有一個永恆的意識 這位同學 當 是發生兩年前 即是在比賽 即是2009發生 他媽媽 他在一個很悲傷的情況下 一直在過這個日子 很奇怪 我們的Poster 就在那個時候去到 就是2011年 全香港生命 中學生生命教育精明比賽 他就把他的感情寫出來 之後 我跟他說的時候 我說 你今次獲得冠軍 跟他說的時候 他說 是 我寫完之後 我跟自己解釋了 我舒緩了裡面的舒服 所以他之後的獨後感 就跟媽媽開始正面 你之前看不見到 是一個空凳 是嗎 每次吃飯的時候 是真的 不是說的 是真的 每次吃飯的時候 遇到媽媽的位 睡覺的時候 有些事情 我們不需要完全斷這些 悲傷 他在生命裡 是一個能量 如果我們能夠 好好地把握他的時候 我很相信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遇到這些 這些不開心的事 就正如這位同學 以晴 以晴一樣 我很相信 他今天應該已經入了U 那 Anyway 生死點也是有的 那我們 如何用一個積極的態度去面對他呢 我想我們今晚的分享也是差不多 多謝大家 謝謝 有沒有什麼提問 今晚的東西都很亂 希望大家 慢慢消化 我給你們那份Notes 裡面也有很多內容 歡迎 我還在這裡 歡迎你們 完了之後 可以下來找我聊天 好 有沒有提問 因為今天天氣都不太好 有一個特別來 文藍鳳醫生 是不是 記住 下一次是兩個禮拜後的禮拜二 不要下個禮拜三上來了 多謝大家 希望外面不是下雨 大家的規徒可以安全一點 記得有些護士的同事可以拿回一張SIRT 在外面 counter那裡找鳳琴 各位晚安 多謝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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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